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却又不同意垃圾厂跟焚化炉设立在自己家的附近 结果是垃圾越来越多 但是却没有办法消化处理 因此有人说台湾迟早会变成垃圾岛 那我们究竟该如何来面对这个垃圾问题 我们又如何做到垃圾减量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我记得我的时代 在我们的寺院以及我们的乡下 垃圾不是问题 也根本没有垃圾 我记得我们家里的垃圾堆 根本就是一个肥料堆 就是堆肥 垃圾堆里边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菜根 菜椅子 这些东西并不需要有什么处理 而且这个就是作为农根种菜的时候的肥料 我们叫做堆肥 我记得由于垃圾要处理呢 是到了上海 我才看到叫做垃圾需要处理 我在乡下的时候呢 农村里边不需要 我的山上也没有垃圾 为什么没有垃圾呢 因为我们用的东西啊 不会变成垃圾 这个破了的 脏了的 坏了的东西 可以把它变成了柴火来烧 那就不是垃圾 要破了的东西 就是像衣服啊 破了的 可以又回收 就拿着去做纸啊做什么 去回收 也不是垃圾 我记得我的这个姐姐啊 和母亲啊 和嫂嫂他们梳了头 梳头以后的头发 可以卖钱的 但不是垃圾 那生活里边呢 好像不产生垃圾 但是有时候少地 地下少出来的呀 都是成土 并没有啊 烂不掉的东西 也并没有啊 一样东西啊 所以是不能处理的 能够烂的 就是放到垃圾堆上去 不能烂的 所以还是好好的 就可以丢到火堆里边去啊 可以把它取火的 所以是我不记得 我的山上啊 有垃圾 我不记得我的书家 我的家里边呢 有垃圾 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到了上海以后呢 就发现有垃圾了 因为上海没有堆肥这样东西 所以是呢 这厨房里出来啊 有蛮多的垃圾 这里边包括什么呢 包括那个吃不完的东西 这个剩下来的剩菜 剩饭 有这些东西来了 那么这些东西啊 如果在乡下也不是问题 乡下不可能呢 吃不完的东西会丢的 这个冷菜 剩菜 剩饭 继续地吃 没有问题的 可是到了上海呢 就这个生活比较啊 这个 好像是奢侈一点 吃不完的东西 第一餐吃 吃不完 就丢了 那有的留下来 第二餐吃不完 第三餐会丢了 因此呢 就是在市区里边 就这些垃圾就堕起来 这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子 那么到了台湾呢 那我们渐渐地就看到垃圾更多了 特别是那个塑胶制品啊 又来又多的时候呢 那个垃圾就又来又多了 那么现在我们台湾呢 每一个家庭每天呢 丢出去的垃圾啊 这是相当多的 认为好像是啊 就是这包起来 就往外边一丢啊 就被这个垃圾车装走了 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其实这些东西并没跑掉 还在台湾 这些东西都在台湾 在哪里呢 听说台北县有个福德坑 那个福德坑并不是无敌的坑了 它是会满的 它丢丢丢丢丢丢满了以后 那那个地方还找另外一个地方去丢了 所以是现在这个垃圾呢 是没有办法 叫它消化掉的 没有办法 叫它变成 回到自然去的 有许多东西是这样子 因此现在呢 就是垃圾分类啊 垃圾的回收啊 垃圾的这个缝化呀 这些问题都渐渐的 非常严重的呀 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我现在呢 这个 这是希望啊 大家能够少制造垃圾 吃的东西吃不完的 这个少买一些 少煮一些 这个 在餐馆里少叫一些 那能够 煮了以后吃不完的 能够留到下一餐再吃 或者餐馆里吃不完的 带回家去 再去把它吃完的 还有呢 我们的用的工具 用的器具 尽量的能够重复使用 能够继续的反复使用 这是啊 或者是呢 连续的使用 不要啊 用过一次以后就丢 用过一次以后就丢 这样子的垃圾呢 有来有多 因为我们台湾呢 将来到有一天呢 可能都变成垃圾山了 这个不知道往哪里丢了 还有垃圾如果不好好的处理啊 就对着那个地方 就变成河流里边的污染 泥土的污染 水质的污染 然后流到海里边呢 海边的也就是说的污染 海里边的鱼也会啊 因为我们的垃圾而中毒 鱼不只是说不能吃 而且它们就是会害病 因此呢 为了慈悲自己 为了慈悲众生 为了自己将来 能够啊 还能够继续 活得比较舒服一点 少制造垃圾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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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